請次長 請行次長 我剛剛聽到許多位委員 特別不是念法律的委員 從一個人民的角度來看 我們以電信詐欺案的猖獗 來要求不管是提高刑度也好 不管是認為良心過輕也好 作為一個法律人我本身是感同身受 因為我發現一個非常有矛盾的現象 就是說有百分之八十幾的人都不相信司法 但是卻相信把刑度的提高 交給了他所不相信的司法 然後就能夠解決問題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樣子的一種矛盾的情境 那我做律師三十幾年 那麼現在轉任立委 那我看到這樣類似的法案 有提案的委員也是我們同黨的委員 那麼剛剛在這個質詢的時候 當然也有同黨的委員在提出類似說 人民沒有辦法感受到 像這樣子的不提高刑度 那麼毫無作為的這種狀況 依舊的存續下去 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作為等等 那我當然今天看到法務部提出來說 反對說提高的刑度跟遏止 類似這樣的詐欺案的一個沒有必然的關聯的這樣的講法 但那我們到底應該要期待什麼 也就是說 刑度跟詐欺案的一個遏止 沒有必然的關聯 那到底是什麼 跟詐欺案的遏止 或者類似所有的犯罪的防治 有必然的關聯 到底是什麼 就電信詐欺案 我們當然可以去談說 之前監察員做的幾份的調查報告跟糾正案裡面提到說 像跟部門要更強的一個橫向的協力 強力的一個協調 更強的橫向的協力的協調 然後即時的訊息的通報 然後也要去就警示的帳戶 各部門要進行一個核對 也要加強內部的員工訓練等等 然後也要將這些事項都要列入內部控制的跟 內部控制跟集合項目之一 像這樣子的種種的一個要求 它顯示的一件事情 真正的重點 在於你對證據的掌握 對你查氣的成效嗎 市長對不對 是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導向說 如何讓他 有一個有效的查氣 然後讓他的這個證據能夠確鑿 到了法院 他沒有辦法 能夠因為證據的不足 而沒有辦法而獲之無罪的判決 所以我認為 最後我們在討論所有司法信賴度的提升 當一方面看到段委員為了謝青之案 為了邱毅仁案 看到徐國勇委員 為了蔡總統案 在提出質疑有關起訴之後 或判無罪 檢察官沒有責任 偵查不公開這樣的原則沒有辦法得到落實 而且也沒有辦法對任何人就職 那另外一方面 又對於相關的詐欺案 的一個猖獗 尤其境外 現在所有的詐欺案的這種的猖獗的程度 感到我們應該透過立法當事做一點什麼事情 但只看到包括你 包括我 也在內 我們反對這樣的行動的調升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結論就是說 人民就是對司法不信賴 人民認為司法無所作為 但人民又相信 司法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行動提高一定有所作為 我真的不曉得我們要在這個宣課裡面打轉多久 那我提出來唯一的一個解決方法 當然還是我們一再講的 克責 克責再克責 這個克責的要求就是反映在 今天段宜康委員 為什麼需要以那麼大的賞門 當然他向來都是那麼大的賞門 來去喊出說 人民對於像這樣子最後判決無罪 那檢寒官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責任 所以我要的 我要的就是說 不管是警察 不管是檢察官 我們當然應該有更強有力的一個 橫向的協調 我們應該要有更即時的訊息通報 我們應該要在第一時間 要能夠拿到 所有應該拿到的相關的資料 不管再多的困難 不管是在境外還是境內 但最終 但最終 我們總是 要對於能夠認真辦案的檢察官 予以好好的嘉獎 我們對於 沒有能夠認真辦案的檢察官 我們要重重的懲罰 那所以 今天段委員提到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辦案品質的考評的實事要點 市長 就你的看法 以及 市長 檢察師的市長 就你們兩位的看法 這樣子的一個所謂辦案品質的考評的實事要點 到底有沒有辦法 能夠真正提升檢察官的辦案品質 讓所謂認真辦案 讓認真的能夠拿到充足的證據 再加以起訴 讓人民看到一個可以信賴的司法 讓人民看到不是只有單純的提高刑度 而是一個有效的追訴犯罪 這樣子的一個辦案品質的考評的實事要點 能夠辦得到嗎 這個 能夠辦得到嗎 委員喔 這個不瞞委員說了 因為委員長期 在辦這個司法實務 而且卓有生育 那我們在基層也常在辦案子 我畢竟很誠實的跟委員報告 所以我也不請這個檢察師長先回答 我就以我在基層辦案的經驗 那個考評要點 的確 沒有辦法反應全部的真實狀況 比如說為什麼 因為辦貪獨案件 委員也常在辦貪獨案件 我看很多判決書我都看過 那個貪獨案件 你說那個檢察官當然辦那個 他的辦案成績一定比較差 一定比較差 那個貪獨案件有時候曠日廢時 曠日廢時時間拖那麼久之後 要反應到這個成績上面 有時候我看也不見得那麼精準 那因此我要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個的確沒有辦法 反應這個辦案的品質 但在管考上 這個的確有他的盲點 有盲點 那比如說你看我們現在 檢察官的辦案成績 都可以達到九十幾 可是你如果算貪獨案件的話 就沒那麼高了 如果再算圖例的話 那你要看什麼時候 以前到百分之三十幾的確定率 這幾年有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這個某一個點 某一個面又不一樣 所以怎麼樣來反應 這的確很困難 好 但是那個 剛剛那個委員講 讓認真辦案的檢察官 來鼓勵他讓他出頭 這個是我們百分之百的認同 所以我的 我說 我說 你要讓整個司法性來提升 你要讓好的檢察官出頭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除了從數字上的那個0.1在計算 這個所謂的辦案的維持率 或者所謂的辦案的結案率之外 你真正要考量的就是說 他最後不管他起訴的每一個案子 你都要一路的追蹤到底 最後要在他該救責的那一個當年度 要嘛就給他大大的包養 要嘛就給他重重的懲罰 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隨便舉一些通案的例子 我不用個案 你起訴 貪污 違背職務收費罪 最後辦成了偽造文書 甚至一開始申請羈押 那最後結果反應的是呢 仍然是有罪 但是有罪是要判五個月 他起訴求刑二十年 這樣的辦案品質 沒有辦法反應在你這個 討合的實際要點上 但我認為像這樣子的檢察官 是一個惡劣的檢察官 那更不要說 起訴重重的求刑二十年 最後判五罪 那是更重的 但這絕對不是化成一個單一的 一個小小的一分或零點一分的問題 而是說你們在數字之外 你們更要有一個質量的考察 那這個延續我上次提到的 你用專主來辦案 重大的案件 那你最後連帶負責 一路訴貞到底 最後就是要考核他最後的成績 我要的最後是你要得到法官的認同 法官認同你辦案的結果 在跟你起訴當時所要求刑的罪名 是一致的 這個才值得嘉講 而如果跟你起訴原來的罪名 差異太大 我們說差異不大 我們可以接受 但如果差異過大 那我個人覺得 你們應該要召開一個 全體的檢察官會議 來就好好討論 什麼是認真的檢察官 什麼是怠惰的檢察官 這件事情有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 我相信 在這樣子的一個明確的遊戲規則之下 值的部分的有效的提升 讓大家能夠接受 而且 這個要透過一個外部委員 加入說來評斷 這每一個辦案的結果 從值上面是值得來認定的 我認為這才能耳目一心 這才能耳目一心 如果仍然維持著 這樣子這樣子的一種 所謂的辦案品質 考評的實施要點 每一個都在那個0.1 0.2在那邊計較 而辦案的這個最後的結果 是在好幾年之後 那甚至從你們的辦案品 這個考評的實施要點是 感覺上你要不起訴之後 如果經過再意發揮 而再起訴之後還被扣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反向的一種操作 它不是正向的操作去說 我最後我對我起訴 最後還是他最後有一個人要起訴 那個起訴的人 他最後假設一以貫之的最後 都得到他起訴的那一個 犯罪事實的認定 罪名的認定 他當然值得更好程度的嘉獎 而且這個嘉獎 不是只給他0.1或1分 你要給他更高 那反面言之 假設他達不到的話 他也不是只扣他0.1分或1分的問題 另外最後我再講一下 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我不談個案 我只告訴次長 我在擔任全國律師公會理事長的時候 2009年的3月到7月 我找了兩個研究生去撤入 相關電子媒體 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情況 非常非常的猖獗 後來我將結果發援給所有的單位 包括違反的海巡署 調查局 各個警察局 最後 我又在2009年的12月 再做一次一個月 情況改善很多 我只是做了 從我民間的立場去做了這樣一個動作 但 但 檢察署做了什麼 檢察署面對每天 違反偵查不公安 在電子的媒體上面 在平面的媒體上面 拿到了警方的收證錄影帶 公然的在播放 違反的兒哨相關的保護的畫面 一戰的在播放 檢察署 說根據 刑事實動法應該主動偵辦 主動偵辦了什麼 我要求法務部給我相關的資料 相關 他 歷來 違反偵查不公開 設有刑者的案件 只有22件 行政就職的案件 只有4件 而且最後22件的刑者 不起訴有9件 提起公訴是6件 申請檢疫判決2件 還起訴4件 牽結了1件 我的意思是說 我民間這樣子做 我是沒有辦法去抓到 是法警在洩漏 檢察事務官在洩漏 是警察在洩漏 即使是我知道警察 我也沒辦法確定 哪一個警察在洩漏 但檢察官是有公權力的 檢察官甚至是沒有辦法抓到 也可以透過行政究責的方式 去發函給各單位 要求他們要檢討改進 我認為 這是要通力大家來做的 不然的話 今天談偵察不公開 談20年 談30年 也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 我相信這一點 只要發揮一點點檢察官的力量 就足以遏制 現在在電子媒體 平面媒體上面 所有違反偵察不公開 這樣子的一個遏制的現象 那這個的源頭都在有權的 有權者 有權者 就是警察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有權者 他們這樣的一個洩漏 而對這樣的一個洩漏 我不曉得民眾的感覺是什麼 對於同樣鏈法律的我來講 不過是一直以來是相當的憤怒 特別在小燈泡的那個事件裡面 告訴代理人 發表了一篇連署 一篇聲明說 對於相關所有偵辦的內容 他們都不清楚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被起訴 媒體刊登了所有 所有相關的一些偵查的過程跟內容 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的檢查署 做過任何的檢討 今天徐國勇委員是因為 蔡總統的案子去拿出來講 但我看到的不是這樣的案件 我看到的是所有 所有 那些最後 在媒體上先被抹黑一頓之後 在五年之後 六年之後 判了無罪 而沒有人會知道的這些被告的心聲 那這一點 市長 我期待你喔 在這部分 跟市長一起 還有跟我們的部長 就部分 包括剛剛的 檢察官的這個考評 包括偵查不公開的部分 好好想一想 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喔 我們要先來處理 兩個